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製作中式甜品 冰花燉蛋 冰花燉蛋的材料非常少,而且製作也非常簡單 可以很快就製作這個甜品 事不宜遲,馬上看看我們要什麼材料 今次我們預備的材料是可以製作兩人份量的冰花燉蛋 我們需要的材料包括雞蛋4隻,水 水是蛋份量的兩倍 如果雞蛋打開後有一碗,水就要兩碗 另外,我們需要預備冰糖約60克 首先,我們拿4隻雞蛋出來 打開後放在大碗裡,然後輕手攪勻 大概份量是一碗蛋漿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水 水的份量大概是蛋的兩倍 如果剛才的蛋是有一碗蛋漿的話 你現在就要準備兩碗清水 我們就把這些清水放在鍋裡 然後就煮滾 煮滾了之後,我們就加大約60克的冰糖 如果你說我喜歡吃甜一點的 你可以加多一點的冰糖 如果你想吃淡一點的 你就加少一點的冰糖 然後我們把這些冰糖煮溶了 煮溶了冰糖之後 然後我們就需要攤冷的糖水 要不然當蛋和糖水混合的時候 蛋就變成蛋花就熟了 所以我們要攤冷的糖水 但是我們想快點做好甜品 那些糖水怎麼可以快點凍呢? 我們就可以拿一個冰種出來 拿一個大小小的盆 放些水,把冰種放進去 然後就把整個剛才的糖水的鍋放進去 做一個Water bath 讓它可以快點凍 當糖水放涼沒那麼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混合蛋漿下去 混合蛋漿下去之後 攪勻了,你會看到上面有些泡泡 我們為了要令燉蛋比較滑 所以我們就要過篩 過篩之後的蛋漿已經沒有泡泡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蛋漿倒進碗 或者密實盒裡 然後在表面鋪上一層石紙 避免稻汗水、水蒸氣 會令燉蛋的表面是花的 我們就把它放進鍋裡 然後大火蒸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不要開蓋 我們就關火 關火之後再焗多十分鐘 利用余溫把蛋漿蒸熟 完成之後放涼 放涼之後擠到雪櫃裡冰冷 就可以有美味的冰花燉蛋吃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馬上看看 怎樣做冰花燉蛋 去片 大家好,今天我們會做冰花燉蛋 我們首先會打出四隻雞蛋 先把雞蛋切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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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雞蛋切出來 然後就要準備用 然後我們就要預備兩碗 和這個份量相同的水 接下來我們將兩碗水煮滾 然後再把剛才的60克糖 放入冰糖 放入冰糖 目的是想溶化冰糖 當我們等待糖溶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發出雞蛋 不用發到起泡 純粹是讓它均勻就可以了 如果你發的時候 怕碗會動來動去 也可以把一塊布 或者一個植膠墊 墊在碗底 它就不會要來要去 這麼快 冰糖就溶化了 然後我們需要把冰糖 放在這個大一點的碗裡 和雞蛋混合 如果你是趕時間 或者你想快點做好甜品的話 你想那些糖水可以快點冷卻下來 如果你是不會煮熟的 如果你是不會煮熟的蛋的話 你可以給它一個水 你可以加一點水 然後就加一個冰糖 放進去 然後把糖水放在水裡 糖就會冷快點 然後倒進去 這個大一點的碗裡 還有我們要把蛋 都放進去 因為糖水已經冷了 所以它就不會煮熟了 如果我們是一煮好糖水 糖水還是很熱的時候 倒進去 那些蛋一放進去 就會變成蛋花 就會變熟了 所以我們就要先煮熟 你會看到上面有些泡 也會是蛋 會有少少地方 可能會硬些 所以我們也要過篩 接著下來 我們就過篩去掉氣泡 過篩的蛋漿 是會令蛋更滑 接下來我們需要把篩好的蛋漿 倒進去氣泡裡面 留意這個氣泡 你可以用碗 或者用一些可以放進冰箱 吸陷的氣泡也可以 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幫這個蛋漿 加上石子面 來漿 也會進入醪水 全麽很薄 這個醬汁 水滾了 可以加入蒸浪 把蛋放上去 兩邊均勻 不會掉 把蛋放上去 可以調定鬧鐘 3分鐘 3分鐘就到了 關火 千萬不要急著打開蓋子 因為還需要焗10分鐘 給時間用餘溫 令蛋更加熟更滑 開始 冰花燉蛋 又冷又滑 很好吃 你也快試試做